有三个月份的资料要合并在第一季的这个工作表里面 当然我会希望说以后很简化 就是按下这个按钮 它自动帮我全部完成 那最好比如说你按个按钮 就是三个月的资料全部过来了 理论上应该都没问题了 给三个月 其实但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 可以用也许第一个阶段用录制聚集来修改来做 那再来就多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把那个范围的资料清掉 以后如果你前面又更新的按下去 有资料又过来了 当然这边是三个月 如果你以后十二个月 你以后要不止十二个月 你可能有大量的资料 可能还有年 很多年很多月 很多的资料 全部一起集中在一个总表的方法都一样 其实就只要跑一个回圈 回圈就是告诉他说 从哪个工作表 帮我一直做同样的事情 到最后的工作表 那他就自动全部帮你做完了 OK 所以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到底 我要如何可以完成这件 其实 因为这没办法用函数做了 你做什么 你只能用图 你图法链刚刚就是Ctrl-C Ctrl-V 所以你会发现每天很多人就是一直在那边动Ctrl-C Ctrl-V OK 不然的话你没有Ctrl-C 你用键盘一直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那个滑鼠会有那种滑鼠50尖的那个问题 因为他又就是一直在做那个重复的动作做久了你就会有50尖了 那如果你要避免有50尖的话可能就来学VBA就好了 他的50尖问题应该就就不会发生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那个还有知识不良也是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在使用滑鼠的时候都没有就是都悬空的 你没有把你的这个轴把它靠在你的桌上 因为你久了之后你就一直悬空 但是因为你很专注 你又不知道说你的手已经那个已经受伤了 那你长接下来就会发生问题 那还有啦 Ctrl-C Ctrl-V会变成另外一种状况 可能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吧 所以有的你会发现 身边应该有人是这样的情况 那可能一下这里痛一下那里痛 不过我发现我好像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我都是在可能 我几乎不用那种Ctrl-C Ctrl-V在做事情的人 OK所以应该也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我也想说为什么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OK 还有呢我也发现很奇怪 其实我用电脑的频率应该也比别人高 可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几乎老花了 就是看智慧看不清楚 再小的字好像都看不清楚了 可是我发现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也跟写程式有两个问题 因为我尽量不会一直重复 就是一直去做那个重复的事情 那我一直其实不是在动眼力 而是在动脑力 就是说我一直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解决 所以其实你以为我在看 其实我也许我好像是在看 但是可能动脑的频率 会比动眼的频率来的高 这也许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种关联性 OK 所以 OK 那我们重点就是说 怎么样把这个地方整合进来 那方法一就是用路质聚集 那路质聚集的方式 其实有阶段有步骤的 那那个步骤呢 尽可能的不要有漏视 就是说呢 那所以我尽量避免要不要 就是最好要有彩排 那要避免这个问题不够完善的话 所以我会在云端上面呢 有写了一个开头 就是说呢 请先录制单一月份 也许是第一月份 那你需要做的动作 尽可能的按照我上面写的 一 二 游标放A2 三 Ctrl向右 向下 就是其实就选取嘛 底下东西是录下来的 OK 三 复制 所以你按Ctrl C 它录下来的就是 Selection 点Copy OK 那你Ctrl Shift向右向下 其实它就是帮你写这个啦 所以以后当然如果说 你要把某一个动作 实做在VBA的什么地方 很简单的 你也把这个复制贴过去 它就会帮你做这件事情了 OK 所以 就是再来复制 再来就切到第一季过来 切过去 因为我要做什么 把它贴到第一季的那个位置上面 然后贴上的话呢 就是也是一样 Active Shift 实际上Active Shift 顾名思义啦 就是 游标 放在哪一个工作表 就会 那个工作表叫Active Active就是目前被活动的那个 就是这样就是你被你切过去那个工作表 点Pars 就是贴过去 OK 然后 再来就这样 因为我需要再贴下个月份 所以我需要把它移到这一整个范围的最下面 就按Ctrl下 Ctrl下呢 就会多一个End 那实际上Active Sales 使得就是说你现在游标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那之前我们叫Sale 有加S 刮胡哪一个列哪一个蓝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 你不确定是哪一列哪一蓝 你可以用Active Sales 不要加S 表示说你现在游标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可能我觉得也有必要把它记一下 然后呢 它会Ctrl向下 再来多学一个红色字 因为我Ctrl向下之后 但是我将来贴 我并不是贴Ctrl向下的那一列 而是那一列的下一列 所以我需要让那个我的储存格 向下一动一列的时候 OK 这个要在VBA里面怎么实作 很简单 其实有个属性 叫Offset 就是在Active Sales 就是Sale里面有个属性 就是你将来要移动多少位置 比如说一列的话 有没有看到 一列 前面先列嘛 后面再蓝 所以以后呢 那其实点Slate 这个好像不要也没关系 因为Offset就Offset 你不要点 点Slate是说 移动下去之后 游标再放上去 点Slate Slate就是滑鼠点一下 这样的动作 好像我记得好像没有点Slate 也OK 有也OK 反正聚集录制下来好像是有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用多 因为多点Slate 同学就会跑来问说 老师为什么已经移动了 干嘛还点Slate 所以你把它删掉也没关系 OK 好 应该这样做 所以 请各位先彩排一下 大概先记一下 也不用死记 你就是 大概知道它的逻辑 所以我录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怎么做的 其实 Apple的乱录 那我们录之前 先确定一件事就是 这个地方 开发人员先打开 然后开始 因为我将来呢 会从第一季开始切过去 所以你游标一定是先切到第一季 这个第一个 将来的按钮会在这里嘛 所以你要记得哦 你是从哪里看 哪里出发的 你不要说切到 那个一月啊 因为你一月再点一月 它不会录任何东西 同一个工作表 它不会出现了 所以你先切到一月 第一季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录制了 所以录制聚集 那名称的话呢 也许你不改 你就用原来的 用聚集 因为这个主要是 我们要拿录下来的东西来用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做什么呢 一把游标先切到一月 二再把游标放在A2 三Ctrl Shift向右向下 四Ctrl C OK很机器化的动作 第五就是切到第一季 第六呢 就是你现在 要把它贴到哪里 所以这个我先点一下 A2这个储存 Ctrl V贴上 然后Ctrl向下 再向下一列 等一下要贴嘛 好 请记住呢 再把它按一下停止录制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聚集里面呢 就会出现有一个叫聚集1 就我们刚刚录的这个东西 编辑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你刚刚录下来的东西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 其实说真的 我之前只有改这个 可能会需要变动的 将来 不一定是一月 我应该是二 有可能是二月 有可能是三月 所以将来会变动的东西 我应该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就可以了 因为 刮虎里面呢 可以用文字 也可以用数字 所以将来我可以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用数字嘛 所以我需要一个回圈 在外面跑 然后那个I一直变动 一到三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底下应该都一样了 不过 这个可能 将来的位置 A2 不见得 贴上的位置 一定都A2 所以这个可能要思考一下 不见得 你要点A2 所以A2 这一个可能要删掉 或者你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 先把它 mark 就是加一个单引号 然后 Ctrl-Shift向右向下 习惯是这样了 Enter一下 然后上面加注解 Enter一下 上面加注解 然后再来 第一季选取 把它 A2 这个Slate 然后贴上 再来 就是移到最下面 这个是 它录下来是 A32.3 可是我们不可能 每一次都A32.3 所以 我是把它改成什么 云端上面的这一行 就是Active Sale Dent Offset 所以其实 其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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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先留下 不过等一下 这一行 你应该要做一点改变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 那它有可能 会一直贴到A2 所以应该贴到其他的 所以 应该贴在哪里 等一下就修改 那 录完 第一个阶段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要把它改成什么 工作表整合 那里面至于 需要改哪一些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其实基本上 我只是在 刚刚那个录制之后 外面 再包一个回圈 其他应该没什么地方改 OK 这里的话 来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如何录制 聚集 录制 体验一下 那其实 我觉得VPA的特点就是 它有很多地方 也许你程式不会写 但是呢 你还是可以藉由 聚集 录制 帮你产生 你可能需要的那一部分的程式 但是接下来你可能需要一个能力 就是 至少你要加个注解吧 然后简单改一下 那其实很多地方 它也还是会可以自动去帮你做一点事情 那至于就是说 像我们这边要能够整合三个月份的工作 那可能就改的地方会比较多一点点 至于改哪一些地方 待会我们再来看 好